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前几天回收了几台杂牌空调 现在天气逐渐变热了 空调也比较好卖 最近要空调的客户越来越多了 昨天有个客户给打电话 说要一台空调 我跟他说了 我这个空调不是品牌机 但是是定频的 问他要不要 他说就是要定频的 因为他去商场逛了一圈 所有品牌机现在都是变频的 因为用户以前买过变频空调 而且在保修期内就坏过 换了一个外机板 然后过了保修期 外机板又坏了 用户说找厂家修换个板的800多 所以用户就不修了 决定再买一台 可能是修空调的跟他说了 变频空调故障率就是高 所以用户现在想买个定频的 逛了一大圈商场 也没看到有定频空调 所以就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 我这正好收那几台杂牌机 全是定频的 虽然是杂牌机 但是用了两年左右吧 外观特别新 各自家里边用的 一年也就用一个月左右 但是定频空调大家都知道 即使是杂牌机 正常也能用个十来年 坏了也是比较好修的 最多换感温探渡 或者是压缩机的启动电容 不会有太大的毛病 一会儿咱们就把空调拉去 给他安装上 现在就出发 现在已经到了地方了 就是这个空调 是个大1.5P的 外观看起来特别新 简直就和新的一样 这个机器拿回来以后 我也没怎么进行清洗 只是用抹布 把表面的灰擦了一下 因为这个机器是个人家用的 本来就用的时间特别短 连孤立管都没有多少灰 现在空调已经安装上了 特别好安 用户家就住一楼 把外机放到窗底下就可以了 离地面一共1米5的高度 装上以后运行了不到10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 粗管和细管都结水珠了 特别凉 而且攥起来空调的声音也特别小 这个空调如果用户一直用的话 应该用个十来年不成问题 现在像这种定频空调 卖一台就少一台了 以后可能杂牌机也不出定频的了 由于当时拆空调是我亲自去拆的 把符全部收干净了 所以安装上去 符也不缺 这个空调用到的冷媒是R22的 即使加符也是特别简单的 进去里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调是36的型号 也就是所谓的1.7P的空调 外机重量62斤 大家觉得这个空调卖给用户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包安装一千大家说值不值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空调已经安装完毕 测试过后用户特别满意 出风口很凉 最主要是这个空调特别新 根本没有出力 看外观和新的一样 所以有句话说的好啊 变频空调省电不省心 买了以后坏过一次 大家就知道了 修的时候特别麻烦 特别是外机 在高空的时候 在洞里边拿不出来 可能换板都不好换 因为有些空调的安装位置很特殊 本来安的时候都不好安 还别说修了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要买变频空调 心里边要有这个准备 即使保修心力坏了 厂家也不一定当天给你修好 忙的时候拖你一个星期左右 是很正常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